我們龍師傅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師傅要做的是果香鮮酥 來炒這一個醉雞 對雞肉跟蝦仁 好 對 那我們雞肉怎麼醃 今天雞肉他是用雞腿肉去骨 然後呢還有去皮 放那個醬油 還有這個米酒 醬油米酒 一點的太白粉 所以把它做一個醃漬 那我這邊先把這個雞肉 先來做一個炒的動作 先放進來 醬油米酒一點太白粉 然後醃它入味 對 大概划炒一下就好了 那這裡呢 另外還有準備一個蝦仁 因為海鮮類的東西 它位置是這樣 那這個蝦仁它就不要放那個醬油 就放鹽巴 然後你要讓它比較酥脆感的話 要用那個太白粉 然後曬一點蛋白這樣就可以了 這兩個比較豐勁 就是一點點鹽巴 然後一點點的太白粉 還有蛋白 那也可以裹一點點的蛋白 對 這兩個稍微 慢慢炒熟 沒關係 我先讓它這邊稍微炒一下 那我們今天搭配的 這個是 這個是羊地瓜 對 因為那個蘇果 羊地瓜是不是那種 掛籍 我們叫掛籍 它含的水分非常多 就南部很多人吃 然後很大一顆 對 那這個季節其實可以搭配 然後你今天很妙 你今天搭配有兩個有酵素的水果 一個是奇異果 一個是鳳梨藥 對 而且剛剛醫生也講說 這個奇異果是非常好的 一個物竿的其中之一 那我現在來教大家來做這個調味 這調味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水果的話 其實你要有點 就是有點口味不要太複雜 所以我就選擇一點的番茄醬 今天是有一點點酸酸甜甜的口味 因為水果會帶來一點酸甜 對 那這裡的話 先把這個油先放進來 那這大概是一大匙的糖就可以了 那這裡大概四湯匙的番茄醬 番茄醬 對 稍微先來把這個番茄醬跟糖 利用一點油把它炒香 對 那這個原則上是不加水 你看這個味道已經出來了之後 利用這個番茄裡面的水分下去 對 蔬果也像植化酥像這種小番茄 它也是非常豐富 對 稍微讓那個我們的醬跟我們的番茄 可以融合 對 好 然後這邊這個鳳梨 切小丁 也下來 對 稍微把它煮一下 好 那這裡就小火讓它去煮 就稍微不要管它了 那這邊雞肉跟蝦 你看它也是差不多要熟了 那像這個是洋地瓜 就把它直接放進來 對 把它放進來炒 因為這個醬跟料是大概分開來 然後再給它做一個結合的一個炒的動作 洋地瓜它這個食材裡頭 也帶著很多水分跟甜分 水分很多 對 非常多 所以夏天吃含水分的食材 都可以這個適當的補充水分 對 沒錯 好 然後我這邊 我這邊旁邊讓它稍微熬一下 讓那個番茄的水分跟鳳梨的水分 可以釋放出來 所以就不要再加其他水分的東西在裡面 那這邊已經差不多 已經差不多七八分熟了之後 來 就把這個 這邊的食材全部把它放進來 進入我們的這一個紅醬裡頭 對 對 對 這個醬其實搭配這些肉類跟彩鮮 是非常的適合 那我們的龍師傅 這個也燒好了 對 可以看一下 這整個水分都出來了 而且那個鳳梨的香氣 番茄味道都出來 那最後呢 因為我最後要加奇異果 奇異果到時候就是火起掉之後 對 小丁 然後把它撒上去就可以了 所以吃的時候 還吃得到一點水分跟果粒這樣 對 沒錯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感覺像是義大利的那個紅醬 可是它比較偏甜 而且它的肌肉咬下去 怎麼會這麼軟嫩多吃 我在想跟它那些酵素 就鳳梨酵素跟奇異果酵素 泡下去之後酸酸甜甜軟嫩多汁 哇 這在夏天 那個女孩子吃這道料理 一定是會非常喜歡的 這真的很讚的一道料理又健康 除了我剛剛有提到說 肥胖還有酒精會傷肝 那我們其實在每次在門診 一抽血病人的肝指數高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很常見很常見的原因 叫藥物造成 我就舉一個案例 有一個30幾歲的上班族 那這個30幾歲的女生 經常會頭痛 腰酸 背痛 那她本來在吃止痛藥 我們有甚麼手工 我們有甚麼手工